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前几天在广西的南宁一个小区 一位业主认为小区电梯当中的广告过于裸露 对小学生小孩子身心健康影响不好 于是将它扯了下来 于是和物业起了纠纷 那么这个事情使得我们开始思考 小区的电梯当中是不是应该限制广告呢 而且这件事情究竟又应该怎样解读 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 在我们直播当中 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送自己的一些看法 有机会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兰公司提供的奖品 我们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 发生在广西南宁小区当中的这件事 最近在广西南宁的一个小区 有一名女业主认为自家小区电梯里的整形广告太过裸露 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影响不好 直接将广告撕了下来 而物业则选择报警 说这是经过审批的正规广告并签有合同 不能说私就私 否则广告公司会找上门 物业也很难办 对此不少业主发表了看法 反对方主张 不管是印刷品还是视频 内容过于露骨 既会让成年人感到尴尬 也会给小孩子带来不良影响 甚至会降低小区的形象与品位 要禁止 同一方认为 广告只要经过审批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电梯里进行发布 也没有什么 不宜求全责备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类似的广告内容 通过街头电视户外大屏幕 和手机传播 一样会很容易地出现在 大人小孩的眼前 不能只把板子 打在电梯广告上 这个就是发生在广西南宁 一个小区当中的一件事 现在是这个业主和物业 各职一词 而且似乎都有道理 然后围绕这件事 各种说法也很多 如果让你选择战队的话 你怎么选 如果让我选择战队 我是一道切 为什么 我认为 就是不要任何广告 对 就小区而言 小区的电梯里面 是属于业主们的 居家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居家环境 大家要讲究卫生 讲究邻近 讲究优雅 这是一个非常必然的 一个心理需求 大家不妨想想看 我每天上班 上班回来以后很累了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坐电梯如果是很嘈杂 很杂乱的一种环境当中 心情就很不愉快 每天要出行的时候 如果还是电梯里面播广告 弄得自己心情也很不轻松 所以就这个情况下来 我认为 首先是电梯里面 不能够有布置任何的广告 但是有很多广告 也拍得非常精美 和艺术品一样 不管怎么说 你在这种适当的情况下来 很可能有一些人欣赏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 这样一种东西 万一有一些很糟糕 很低俗 很粗辱的东西出现的话 那把这个小区里面的 这个住户的人家 心情都搞得很不好 那你不要这些广告 你觉得会不会 只是有很多经济收益 经济收益的话 我觉得不能够 为了这个迎头小利 而影响到大家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心境 要算大账 要讲究我的生活品质 对 要讲究生活品质 要不然整个小区里面 都是乱七八糟的广告 看得也很不舒服 这个小区里面的 评论也自然而然就降低了 方婷你要是选怎么选 我倒觉得说 没有必要搞一刀切 实际上像我们家 这个电梯里的广告 最近有很多美食类的呀 健身类的 还有一些这个 儿童辅导类的 看得也挺好 实际上说 第一它这个制作 还是比较精良 第二甚至有的 对我是比较有用的信息 特别是这种生活 生活类的信息 而且这个电梯费的收入 多少可以冲顶一些 这个物业费的开支 对于我们来说 可以说是 在这个广告内容 没有影响我们心情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然后物业管理公司 也可以从中收取一些管理费 大家可能都觉得说 从这个地方 大家都得到了好处 只是说 这个广告的内容 它究竟亚还是不亚 俗还是不俗 我们的广告法 可能没有规定到 这么底线的内容 那我就觉得像 欧阳老师说 电梯是属于我们业主的财产 说我们业主设施 它好不好 要由我们业主说了算 你们说了算 对 就是说不管它是经过审查也好 或者某些部门给它审批也好 如果这个内容 我们业主觉得不好 那对不起 如果是追问一句 比方说你们小区当中 有七成的业主 对一些所谓的特殊广告 觉得无所谓 你们三成业主觉得说 难以忍受 你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觉得少数服从多数 是一个主要的 如果说这个广告 大家都觉得没意见 只有我觉得有一件 或者我觉得对我的孩子有影响 我就搬家吧 或者是你只好走 对对对 这个律师这里面涉及到 可能法律问题了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可能既设计法律问题 也设立一个小区业主的权力的处置问题 因为电梯是一个公共空间 而且它往往是大家必经之路 而且在这个空间里面很狭小 换句话说 如果有这样一个设施 不管是播放视频 还是播放音频 那么显然的话 其他人是很难绝对去回避和拒绝的 逃无可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就是 首先这是大家共有的 这样一个空间和设施 应该是共同决定 共同管理 共同收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业主或者业主大会 或者通过业主大会 委托的业主务员会 你必须有民事的授权 作为物业公司 才可以进行委托 进行一些广告的设置和播放 这个是很明确的 而且这个有关的收益要透明 而且主要是要用于公共的部分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讲法律上 对某些广告的设置和投放 它有一个审查的要求 有一个审批的要求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前提 如果你在小区里面设置 我觉得它还要考虑 这个应该说小区的业主是多样化的 有些人觉得这个 很好 有些人觉得说 它可能差强人意 有些人可能觉得难以忍受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个是富翔要尊重 也就是要有个底线示威 首先是富翔尊重 因为周代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 应该说应该对一些敏感的内容 应该遵循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既是既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是对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也不能受到侵害 比如说可能涉及到一些弱势群体 残疾人 未成年人 他们的这些幼稚儿童 他们每天要经过这个地方 他看到这些内容 可能对成年人没什么 但是对未成年人 他可能就不符合社会保护 和家庭保护的一些原则 有可能损害他的身心健康 如果是这种情况 也违反了广告 就是哪怕是少数人 如果是孩子确定说是受到的影响 不好的影响 一般来说 也应该被驱逐 对 住在小区 还是要以最弱势最敏感 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的 这个基本权利的保障 为一个底线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多数人决定 而且这两年我们也知道 这个广告对我们生活的渗透 是特别多的 很多城市 很多小区 都出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 我们继续来了解 2015年 家住哈尔滨的张女士就曾经反映 孩子有天对他平常不在意的小区电梯广告 一个卡通人物骑着摩托车 当部架着机关枪的避孕套广告 忽然好奇地问是卖什么的 广告虽然隐晦 但是家长都不知道怎么跟刚上小学的孩子解释 去年三月份 家住武汉的王女士表示 有一次 她带着读小学的儿子坐电梯 正好看到一则性药品的广告 儿子特意指着上面的字幕说 老师教的幸福是幸运的性 不是性格的性 这有错别字 让她十分尴尬 赶紧转移话题 去年年底 杭州一个小区的居民 为家楼下电梯边上的显示屏 播放避孕套广告 觉得一些比较暧昧的画面不雅 让孩子老人看到了影响不太好 便把液晶屏砸了 最后提到的这个杭州这个家长 显得是更暴烈 不单是说不合适 干脆把液晶屏都砸了 方婷是不是过去在电梯里面 带着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 也遇到过比较类似的情况 就是比较尴尬 转移话题 因为现在这个广告上 为了抓眼球搞噱头 很多广告词真的让你哭笑不得 我曾经带着我这个五岁的儿子 在电梯里 他就问我说 妈妈为什么要不长班才是好女人 妈妈你这脸上有班 那你是不是好女人 我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有笔的话 我会把那个步子给他涂掉 长班也是好女人 因为孩子说实话 他这个人生观 世界观 审美观 都在形成的过程 受到这样的广告语的这种不规范用语也好 或者有误导性的语言 对他们的成长肯定是有害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广告审查 在这些方面还真的是需要再加大一些力度 或者说就像我们这个电梯 没有办法避免的地方 真的要限制这一类的广告的投放 所以说说到这就涉及到一个 比较专业和细致的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有关广告的一些法律法规 是不是有相对比较详细的规定 比方说有哪些比较特殊的 我觉得不要用不雅的 因为有很多这个内容并不是内容不雅 而是说他可能他的方式 或者是投放的时间 或者是地点出了问题 让这个不合适的人群看到了 觉得说大家都比较尴尬 那么这种特殊的广告 是不是有一些规定 就是说在一些地点 或者是投放的时段有一些限制 我们目前的广告法的一些规定 总的还是比较原则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律 所以它不可能像地方性法规一样 非常的详细 那么它已经有授权 就是地方性法规 可以就这个广告法具体 特定的广告的实施 进行这个地方的立法 但是它只是比如说限制 比如说医疗广告 你不能随便在网络上进行医疗广告 而且只要经过一些审批 比如说你在广告上不能用一些 虚假宣传或者特定的一些字眼 那么如果用那些字眼可能要受到处罚 那么所以这个 但是对于这个在小区里面 特别是电梯里面设置广告 好像只有重庆市有一个地方性的 应该说立法 应该说它是一个规范性文件 这个文件对小区 很多地方可能对在小区里面设置广告 这个户外广告是不是要管理 如何管理可能还没有很详细的规定 那么重庆市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先例 应该说是一个好的苗头 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地方性法规 欧阳老师 杜律师的解读是非常专业的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作为业主买房子 开发商给我们建成的房子 供我们居住的 我们不是为了买它房子里面 以及附加的这种广告 所以这个有关增加进去的广告 实际上都是后期产生的东西 类似于这种后期产生的东西 其实应该说是对绝大多数业主 都是一种影响 甚至一种侵害 你可能把一个关系搞反了 这些东西的决定权都在你们那儿 就是业主要是 没错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从开发商那边买房子过来 不应该深深地把一个广告给它引进去 这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个小区里面 你们业主就应该行使业主的权利 所以刚才这个方丁他所讲的 就是说允许一些比较好的广告 但是我想我是想一点 就是说我们如果愿意放开的话 管理成本非常高 还要通过很多的审核的这个程序 在这个过程上还要产生很多的争执 甚至很多的纠纷 我们干嘛为了这么一点小利的 而产生这么多麻烦呢 这个管理成本实际上不应该由你们来付 你们是付权物业管理公司 他们去管理 他们管不好的话 你把它解雇掉不就完了吗 我部分同意欧阳老师的意见 其实有两块问题 就是一个方面就是 实际上这个事已经是在房屋入住以后 应该说它不是原来房屋 对呀不是在标配 换句话说是在经营我们的不动产 那这个经营不动产 而且是公共部位 这个公共部位的经营 必须要由业主业主大会 经过程序授权 而且是民事的表示 而不是现在很多事 物业公司没有经过同意 就擅自就做了 回头来说你不反对 你没有做出决议反对 大国就是成立 这是不对的 这不是末世可以统议的 必须经过民事的授权 否则就是一个侵权行为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应该当家做主 当家做主 在这个小区管理当中 体现得最直接 而且确实有很多实际问题 就应该当家做主 你应该意识到 这个小区是你自己的地盘 你如果不坚持一些原则 不捍卫自己权益的话 然后被物业公司耍得团团转 只能说我们现在当家做主的意识 还不是很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互动平台上 一些观众的看法 因为说小区电梯内的广告很多 往往物业或者是业委会 并不会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核 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乱象 这个实际上不是他们审核的 是相关的广告主管部门进行审核的 而且这一块呢 目前也并无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约 或者是管理细则 还一位说这是业主的公共场所 不应该成为物业公司揽金的地方 严格规范物业公司的管理 什么要做什么也不该做 不能让物业公司光拿钱不做事 还一位说可以 但是内容呢要业委会把关 还一位说小区电梯 还是要限制张贴广告 广告费物业收了 我们业主的物业费又没少交 这里面实际上说出了很多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很多业主好像觉得说 我想卖广告 但是我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 而且我们还当了一个污名 觉得说我们小区乱七八糟的广告 都在说都在放 好像我们整个的格调不高 于是这里面提到一个问题 就涉及到有一些广告 可能是它本身的内容是可以播的 但是它在制作当中 潜词造句或者是方式 显得不是那么得体 显得比较低俗 那这个低俗 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 这个方婷你了解吗 我只是知道说 比如说广告法里面 它对这个内容的规定 就是说你的真实性合法性 你提供的商品或者出售的服务 这些东西它做一个规定 但是对于低俗这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能说亚俗共赏 可能不是一个好界定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在小区内部 只能说在小区内部 我们业主是有充分的自制的权利 那么就希望我们的业主能够选出 真正能够代表业主意愿的人 来成立这个业委会 然后对这个如果引进的广告 对它的内容进行审核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可靠 最有效的一个审核管理的方式 不然我们如果去想说 希望广告法能够把它细化 或者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把它审栽好 可能都不如我们自己管理 自己的地盘来得最直接 比方说如果是广告法 作为一个大致的一个原则性的划分 比方说涉及到整形的美容丰胸的 或者是什么性的南科的这样一类广告 不能够进入居民小区的范畴 这不是一下子就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忙吗 那现在的广告法 对于比如说大众媒介不能做这些广告 不能对未成人做这些广告 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但是对于在小区里面 电梯里的广告 可能没有吸引到这个程度 重庆的这个法规里面有限制 就是我们说广告法本身没有 那么另外一块呢 就是还有这个规定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参照 因为像这种经营大部分还是商业性 它不管是它是获得商业 它不是公益性的 因为这种商业性的运作 在小区里面 实际上现在一般最住宅小区 商业性的一些经营是有限制的 那么能不能也扩展到 包括在小区的电梯里面 做这样一些商业性的广告 那么对它的投放的位置 做一种禁止性的规定 其实各个地方地方立法 是有这个权利进行立法的 进行调研的 就是通过地方立法来解决 或者是来弥补 广告法可能规定的 不是很详细的一些地方 你刚才说的这个 比如说低俗的问题 低俗可能当然亚俗共产有一个问题 另外低俗可能见仁见智 但是我们的法律还是有规定 就是首先 它是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扇 还要是以我们的 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观相同 但是怎么去把控 可能还是比如说 我们的广告审查部门 市场监督部门 它实际上在审核的时候 它会有楼梭把关 那如果最后有这样的广告 侵害了问题 这么多的麻烦 所以提出诉讼 这个欧阳老师 你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是这样子认为 就是说干脆画一条线 一是不能做这个广告 你就干脆一刀切掉 如果是从小区居民 这个业主的真正需要的话 我倒是觉得 有一些公益广告可以用上 比如说 万一这个电梯发生危险的时候 怎么样自救 或者说比如说发生火灾 或者发生什么灾难的时候 怎么样采取一些救出 这个对大家的切身力来说 是最最大的 最最重要的 当然如果是一刀完全切掉的话 确实是一了百了 但是有的人说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城市生活当中 我们不可能是生活在 没有广告的这个世界当中 而且我们物业本身 如果是想要它很好的经营 或者是增值的话 广告收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入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 可能都不能拒绝 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 或者是社会治理 相关的制度设计 管理的思路 是不是显得还是太粗糙 粗线条例一些 对很多问题 我们相关的法律制度的设计 管理当中 可能是显得 没有考虑的那么周详 结果留下很多的空档 给一些心思 不是那么纯洁的一些商家 他们钻了一些空子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2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我们今天说到的 是广西南宁小区电梯当中的广告 引发的一场纠纷 扯出的话题 就是小区电梯当中 这个广告究竟该不该有所限制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发送进来 有机会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刚才我们多次谈到 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广告法 南宁小区的这个广告 是经过审核的正规广告 但是为什么 还是产生了很大纠纷呢 显然这里面存在的 可能标准不是那么清晰和详细 然后各方的判断的标准 也存在不同的一种看法 或者是出现了偏差 导致出现的 那么广告法对这类似的情形 做了哪些具体规定呢 我们继续来了解 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 广告应当真实合法 以健康的形式表达广告内容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重庆市作为全国首例 还专门出台了 关于加强居民小区户外广告管理的通知 其中规定 虚假低俗广告 一律不准进入小区 在小区电梯等地方设置广告时 必须由物业业委会等向所在地的街道上报方案 并将广告内容交由工商部门审批 审批合格才能发布 对此 南国法院公益律师刘峰明表示 小区电梯作为公共区域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小区的电梯广告 主要由物业或业委会管理 虽然对于电梯广告的画面 没有明确的标准及特别的要求 但是发布者最好要考虑到业主的感受 如果多数业主对某一则电梯广告有意见 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处理 比如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 要求撤掉或者更换画面 这里面提到重庆出了一个地方性的法规 更详细 可能操作性也更强 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 可以借鉴当然是可以 因为什么 如果我们在这地方有需要的话 那么人家有成熟的做法 当然是可以借鉴 但是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联想到一个什么 联想到一个破创效应 小区里面要维护它的一种安静 整洁 一定要从源头 从细节上抓起 假如说你在某一些方面 稍微有点放松的话 那么后面可能一拥而入 会产生很多新的麻烦来 所以这个小区里面的电梯做广告 也可能是这个样子 开头的时候 我们这个电梯里面干干净 清清爽爽 大家进出的时候 是完全是在一种 很宁静很愉悦的状况下 出路的 可是有的电视广告 又有的贴族广告 然后呢 J203马上流皮血 马上就很多了 就多了起来了 马上就嘈杂的东西多了 马上又很多这个 从开到很优雅的 很有水准的 这个电视广告 都很糟糕的都有了 从源头上 一刀切掉 对啊 所以说你从管理成本来讲呢 就要增加很多的人力物力的 去进行研究 去讨论 去争论 然后呢 还笨到 麻烦的是还要打官司 还要吵架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重庆这样出台了这样一个细则以后 我们可以省掉很多管理成本 因为他明确规定了哪几类广告是不能进入小区电梯的 我就不需要说这个东西我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 再去跟他交售或者怎么样 而且他明确了你播放的时间地点 你分贝数不能超过多 你的尺寸大小 摆放的位置都非常细化 这样子至少说我们在执行过程中 审查部门也很好审查 物业部门 物业也很好去跟他交涉定合同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管不下来的东西 只要有一个细则 实际上是可以节省很多的这个管理成本 其实我觉得重庆的做法挺好 他既没有一刀切 但是大幅度的提高了 在比如说电梯做广告的 这个一个是他的成本 他也有一个比方向的难度 我们说多数人决定 你也可以75%或者95%的人决定 换句话说 极高了难度以后 做广告的人 他在这个里面 他要考虑是不是需要做 你做的时候 他的这个内容的规范性 这样会大大的保护了我们的弱势的 比如说未成年的群体 同时又还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方法有措施 这种规范性文件 而且要达到双民小区的这件事 有人说这也是反映出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在考验我们广大业主的民主素养 你的素质究竟如何 你有权利 但是该究竟该怎么维权 该怎么捍卫自己的权利 你比如说把这个广告 就一把撕下来 恐怕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过去那个词叫做暴力维权 如果说砸到这个东西的话 这样毁坏公司财务 也同样是违法行为 并不是很合适的方式 还是应该通过一种 比较法治的方式 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恐怕你的这个可持续性 或者是你的这个制度建设的建设性 更好一点 这方面是不是 方婷你们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体验很深吗 我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自治的意识 其实这几年是在不断地提升 虽然说还有这些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开始 在讨论和关注这个问题 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业主 对于自身权利的这种维护 已经比过去有了一个 很大的进步了 比如说我们以前 可能只关注到他 钱有没有到公共账户 有没有被挪用 那现在我们关注到他的内容 那再接下去 可能我们会有更有效的措施 比如我们业委会 更能代表大家的意见 来对物业公司进行一个规范 我觉得未来会朝着 这样的方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